每个人都熟悉阿拉丁神灯与精灵的故事 迪士尼百老汇大型音乐剧阿拉丁 三月份从6号到23号 在Costa Mesa的塞格斯特隆艺术中心 带给观众全新的视听盛宴 迪士尼园区于3月21日 联手音乐剧团队举办推介会 邀请嘉宾观看表演 男女主演分享了他们 在这处戏剧表演中的经历与感受 阿拉丁音乐剧至2014年 在百老汇的新阿姆斯特丹剧院开幕 五年来获得好评 打破了13个新阿姆斯特丹剧院的记录 吸引全球观众近1000万人 阿拉丁改编自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迪士尼动漫电影 这次以音乐剧的形式带给观众们全新的戏剧感受 制作团队阵容强大 音乐编导是两次托尼奖和八次奥斯卡奖得主 艾伦门肯 歌词由霍华德·阿什曼 Tim·赖斯以及查德·贝格林创作 导演和编舞是凯西尼·古罗 他们都是多次奥斯卡和托尼奖的得主 阿拉丁的永恒爱情故事在戏剧舞台上 充满了令人难忘的美丽神奇和令人惊叹的奇观 一盏神灯 精灵和三个愿望 带给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 推荐会上迪士尼园区服务代表Howard成特意透露 期待已久的星球大战之星系的边缘 将于5月31日在加州迪士尼主题公园 向公众开放 美丽中国记者 现场报道 オレンザ要航尼堡尼区服务代表 全viamente黄人载得点转可